促行展望港股後市,受惠於美股大幅反彈,港股今日將會再次高虛,不過港股通知金證流入仍然比較少,星期一只得8400萬元, 而美活指數持續上漲,都是不利於新興市場以及港股在內,行指的短期阻力位維持在20天線,大概是29770點, 而人大會議就會在這個星期五開幕,將會成為市場關注焦點。 中移動是港股通近期的熱門股份,星期一錄得了11億元的淨買入,預期股價短期維持堅挺。 而另一方面,中國政府昨天表示將會在國家層面大力扶持新建產業,而市場消息傳導部分的美國製造商將會恢復反對中芯國際981半導體設備供應,這方面會有利於中芯國際短期的股價表現。 而信義光能就公佈了業績,純利是好過市場預期,不過管理層預計產品價格將會在今年下半年下跌,這方面會限制短期的股價上升空間。 今日個股推介會說回中芯國際981,昨天中國工信部在法部會上表示,高度重視芯片的產業,將會全面優化環境政策,加大企業減稅的力度。芯片的發展需要在全球範圍加強合作。 我們預計兩會將會加強半導體國產替代以及產業升級政策,中芯作為國內芯片代工行業龍頭,將會受惠。 雖然受到美國制裁之下,先進製程產能使用率下降了,拖累了20年的利潤增長,但我們相信公司在今年下半年新生產能到位之後,將會成為一個新的收入來源。 我們預計的目標價是32元,指示價是23元,謝謝。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,隸屬海基證券集團。有關牌照詳情,請參與以下連結。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互分發學人的財務權益。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,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。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,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。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,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或邀約招來或懇求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,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概不負責。 。